堅哥跟這個韓國瑜院長緣分很深 堅哥跟這位馬英九前總統的緣分也很深 因為堅哥除了扶龍王 說到做到真男人跟聞聲就苦 這個扶龍王之外 他以前也有一個說號叫打馬漢將 這地方我們不知道 我在台北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打馬漢將對不對 馬市長 這是馬英九 一路罵罵完以後居然當總統了 所以才有扶龍王這個稱號 所以是先有打馬漢將 所以是一直要被罵 所以我跟你講我現在就跟大家講這個秘訣 誰想要當總統 總統是要看天命的 選憲市長可以 你想當總統你必須被王世堅痛罵一頓 才有可能 真的呀 韓國瑜也因為後來這個世界以後 選完高雄市長送了XX的手錶之後 沒有再罵韓國瑜了 所以總統都被選上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要被堅哥罵才會選上 我請堅哥簡單評論 就是你怎麼看馬前總統這次去 因為今天已經是禮拜天了 明年禮拜一可能就是要見面了 我看起來是會見面 但台灣有很多不同的生命 有人覺得說見面好啊 降低兩岸打仗的可能性 有人說你要嘛至少要跟他們講 我們是中華民國 要不然的話就等於就是 陷入一中的框架 或者是統一的框架 因為中頂三陵各有其志嘛 他一直對他的祖籍 還有對他爸爸交付他的任務 這種歷史使命 他一直念之在之 念念不忘 所以他有他個人的使命要去完成 但我只是覺得說他很自私啊 馬英九從過去到現在都很自私 就是說你要想想說 你不能說我個人身分去怎樣 個人身分去怎樣 你擔任過的是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的總統 你等於代表了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當他有這樣子的企圖心 要再去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尤其這個時候是剛好中共 他們在威逼台灣大概來到70年的極致 就是在這個時候 好像箭在懸上 不得不罰他們好像動不動就要打 那這樣子的時候 我覺得不應該去跟他們任何形勢的碰面交流 我認為我們台灣要跟中共跟中國合理的交流 對 但我認為至少要有三個原則 三步就對了 第一點 就是說台灣跟中國的問題 絕對不是黨跟黨對黨的問題 所以你不能說是你中國國民黨 你們就跟他是私人的內 以前你們國共內戰 現在你們兩個講一講 那不打了沒問題了啦 不要啦把台灣奉上 錯了 這不是台灣跟中共面對的問題 不是黨對黨 所以也不能說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那我們民進黨私下就去跟他談 我認為這不行 這是兩千三百萬人共同的問題 這是國對國的問題 第一個不是黨對黨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不能說我們是地方他是中央 你看每次我們各種只要被報導出來的所有這些訪問團 我們台灣像是地方一樣 我們是地方去操控他中央 這個我就覺得這個絕對不行 因為他把我們局限為說台灣就是一個省 他中國35省之一 對 那我們是地方 我認為這個 我們 他承認上面這個我們不接受 他只讓我們選當一省或當特區啊 又沒有說對不對 這個不行 沒有承認中華 如果是這樣子的前提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拒絕去 第三個 絕對不能說 中共刀子掐在我們脖子上 那我們好像被逼的去跟他談 你看現在他用刀子掐在我們脖子上 有啊 你看他兩千顆飛彈對準台灣 這就是用刀掐在我們脖子上 你看他動不動 最頻繁的時候 一天來25航次的 戰鬥機 戰鬥機 對 也來五六次七八次的這種航艦 所以飛機戰艦 瀕臨城下的時候 這等於用刀掐在我們脖子上 所以這三步 不是黨對黨 不是地方對中壓 不是刀掐在我們脖子上 這三項之下 那要去交流 我們是反對的是中共 我們不是反對跟中國14億人民交流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反中共 我們不反中國 那我想這個原則之下 大家是可以來經濟文化的交流 可以嗎 大家又是相同的語文 我們之間可能彼此有共同的一些連結 這都OK 歷史上 中國的定義太大了 歷史的中國 地理的中國 文化的中國 宗教的中國 血緣的中國 政治的中國 歷史 地理 宗教文化 我們都可以承認 我們來自中國 我們過去跟他們很有牽連 這是事實 但是政治上我們就不是中國 政治上 講到政治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必須劃分好的 對 那剛好你哪一角代表的就是政治啊 你是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對 政治上你代表著台灣 結果你去好像矮一劫好像你要求見他 我覺得這個就成為我和你剛剛講的 對 要看他那一天去 他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去 你用什麼樣的說詞 你如果是矮一劫 那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羞辱了我們兩千三百萬人